写诗是一种创作 通常一开头 先是有一个灵感 看到一件事情 或者看到一片景物 有了一道想法 然后通过诗去表达 但是我在过去写作到现在 也不能只靠灵感 灵感是一个开头 通常我们完成了初稿 就是第一次的稿子之后 我会放个一天 有的甚至放到一个月 再回过头来 就原来的文本 再重新的看一处 早期我们写作 是用纸跟笔 所以我通常用抄的 第一次完稿 抄完了之后 到第二次再看的时候 再抄一次 在抄的过程当中 感觉到也许 我还可以做 其他的表现方式 比如说 我也许可以把最后一段 挪到前面来 或者甚至呢 更大的改变 就是把原来的 一首诗里面的 某一个段落 把它切成三个段落 就像一张纸 我们把它切成三个碎片 那这三个碎片呢 在重新组合的过程当中呢 我用框框去取代那些 已经被撕碎的部分 那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感觉 用后现代的讲法 就是一种断裂 断裂 然后在后来阅读者 读者读这个文本的时候 要经过拼贴 那用断裂的方式 去呈现一个 以我写过的一首诗 叫做一首被撕裂的书 就是这样的处理 它原来呢 只有三段 可是我发现呢 当中的那一段 我把它分成三个碎片的时候呢 它会有新的效果 就有被撕裂 就是一张纸 被撕成三个断片 的那种形式上的表现 而这个形式的表现呢 又同时可以隐含 跟欲藏某种 我对历史 或者政治的讽刺 那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这样的做法 就会让原来的灵感 不单纯只是灵感 而同时是一种 我对我处身的 比如说台湾的历史 台湾的社会 台湾的政治 台湾的土地的一个思考 或者奉献 我想是大概 我在写作的过程当中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完成 在写作的宣传 是中文 《法律的大乡》 《法律的大乡》 是中文 《法律的大乡》 谢谢大家